行政院宣布扩大急难纾困方案 特别针对了有工作但没有被家保的民众发放1万块钱现金 在6号一大早申请受礼的第一天 花莲施工所就涌入近百位的民众 不过申请资格繁闸 居然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 惹来不少民怨 民众一大早就来到花莲施工所排队领取号码牌 依照顺序叫号进入柜台申办业务 他们都是抢在第一天想要申请万元纾困方案的人 不过来了才发现需要具备的文件相当多 其中还必须有工作证明让他们很无奈 我们这些做妈妈的专门做民宿打扫 我们没有一定的雇主 我们就算请雇主帮我们开了 那雇主是不是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出动了劳急法 因为他没有帮我们保劳保 没有帮我们保什么 那这样我们根本就对我们没有用 6号一大早花莲施工所开门前 广场上就聚集了上百位的民众 希望能够申请纾困帮助渡过难关 但是最终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胜利申请 大多是资料不齐全 为了避免民众拜拜等待 社劳科长萧子卫也特别拿着大申工 来到广场上讲解符合的申请条件 更详细的说明 等下我们会区分 你是不是有家劳保 或者是没有家劳保 那你是自己做小生意的 或者是你是打零工受雇的 我们都有同仁 跟大家做分流说明 减少大家等待的时间 谢谢 那他这一次中央卫福部来的公文上 说明了一个五之三的针对疫情的部分 其他因素减少工时减班减时 自家庭生活线困的急难救助 那因为这些大前提的原则下 那在既有的急难救助的规范里面 所以我们需要民众减据相关的资料 所以跟实际上新闻所说的 填一张申请表 马上就可以领钱 其实是有一段差距的 开办第一天 民众申请资格 不萨萨搞得人羊马翻 市长魏嘉谦表示 会动用公所全部人力加开窗口 让民众申请更加流畅 那未来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也希望政府的部分 能够把一些政策 如果真的要公告之前 先让乡镇公所能够了解到 那在这个部分 因为民众可能来的第二次第三次 难免会有情绪上的一些波动 这我们也跟同仁来做相关的一个说明 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到民众的一个辛苦的地方 我们在下午甚至到明天的时候 会再增加超过十个以上的窗口 来方便民众 那我们也会用往后的方式 在广场的部分统一先塞掉 不符合资格的 那等符合资格的再进入我们名号码 将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等待 有需要申请纾困方案的民众 必须符合画面中的这四项资格 并且备妥资料再到公所来承办 以免浪费时间白跑一趟 而顺利完成申请的民众 依照卫福部估计 预计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领到现金 这时的情 华联市报道